在中国,如果你想通过做生意来赚钱 那么第一步就是摒弃学校教育中的传统观念 慌得越彻底,你赚钱的速度就越快 很多聪明的年轻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 只是无法清楚地解释为什么 我将帮助你揭开这个谜团 学校培养的是人的竞争性 而财富需要的是人的创造性 在学校中,你总是与他人比较 试图获得更高的分数,更快的学习速度 进入社会后 即使你在同样的职位上拿着同样的心事 你仍然要与其他竞争者同台竞技 谁更能拼命,谁更具竞争力 谁才赔得上这份工资 因此,你可能会感到赚钱越来越困难 当你走在大街上,看到豪车呼啸而过时 你会心生疑惑,明明我已经拼尽全力 一年也只能赚几万 一辈子也买不起这些豪车 究竟是怎样的艰辛才能拥有这些财富呢 说出来可能会让人感到不舒服 事实上,正是我们这些拼命竞争的人 才创造了他们的财务自由 他们开拓了新的领域 规划了一条竞争之路 让我们去比拼,拼命努力 即使你是冠军,最多也只能得到冠军奖金 而他们却拥有门票收入,赞助费 广告冠名费和电视转播费 那么谁才是真正的赢家呢 曾经我问过一位大厂的人力资源经理 为什么你们只招收应届毕业生呢 他回答道,因为刚从学校出来的孩子有拼尽 在社会上莫爬滚打几年后 谁还会愿意全身心投入 当然,我并不是让在座的各位都辞职创业 而是从创造性的角度,提高你的技能 寻找新的切入点,这绝对不会错 举个例子,我认识很多从事音乐的人 其中有一个乐队非常优秀 到处寻回演出,参加各种线上线下表演 甚至参加著名综艺节目 乐队的夏天并取得了成绩 前段时间,他们想要换一把更好的吉他 竟然来找我借钱 我感到很困惑 你们现在已经小有名气了 不应该这么艰难吧 他们无奈地回答说 酒吧演出一次只能赚2000元 每个人分得几百块 参加比赛没有报酬 还要自己支付路费 他们想要出自己的专辑 却没有人愿意包装 只能勉强继续混下去 与此相反 还有一个朋友独自创作音乐 关起门来写歌 一首曲子就能获得4万元的起步价 出一首歌就能赚钱 他的收入甩很多中小型企业几条金 上个月,他成立了个人工作室 我本以为他要组建团队进行合作 但他告诉我 这是为了更好的报税 将这两个例子进行对比 一个是四处比赛 一个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创作 一个与其他人竞争微薄利润 一个裁员滚滚 这就是竞技性和创造性的区别 也是挣钱和赚钱的区别 挣钱的挣字 这里有个争 意味着与他人竞争 流血流汗的夺取金钱 而赚钱则的转字 这里有个尖 需要兼容并包 广纳百川 不只盯着眼前的目标 盲目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